真不懂被小董批评后 茅色瞪开 看看今天还陪前步 大山景色真美 就是有点废腿 半天没敢张嘴 因为不能喝水 这师傅说 我有东西 你也看不懂 羊球了半天 师傅说给我拿去 咱们看看啊 啥我看不懂 其实我确实啥都不懂 这老鞋个小猫着 咪咪 你说这个里头这个 你猫不这个 您那是个桌子吧 您这多少年了 你猫多两 你说这多少年了 这哪来的您那个 我这哪来的您的宾馆 这这个准嘛 确实是凉的 这么凉呢 都叶口头啊 半身都是凉的 这是啥 这肯定是矿石 这肯定是一个矿石类的 那不懂 那我真不懂 我以为您拿个瓷器拿个啥呢 瓷器呢 没有 大哥这东西是挖出来的 真不知道是啥 猫上去特别凉 就像猫 那个叶蛋的感觉差不多 非常凉 隔着布手心都是凉的 然后一钻 手也是凉的 大哥说要去拿去鉴定去 确实 财疏学浅 咕噜刮文呀 小董说这是玉石 而且呢 这边都属于平谷了吧 这边都是平谷 那边是边界 我们这都算边界 边界它也是平谷啊 它也北京啊 是不 北京西北都算了 这是这里的呗 对 那老瓷器啥有不 啥事 不趁那个 没那老底 我看看啊 你这个可能应该 它真是牛栏参 牛栏参 哦 这儿46度 哦 这儿46度 行 瓶杆 就这两瓶吗 这两瓶 我得给人发过一下 我得让人看看 就是你也可以 就不卖 也可以那啥是吧 对 您是想卖还是想过过价啊 我想卖一下 经过鉴定两瓶兜针 光打这个位置 会有惊喜哦 鸡羊还未膝下 收到两瓶好喝的酒啊 这大哥挺实在 我说两瓶给不了几十 他说没事 你拿着吧 我说那我给你一百吧 他说行 但是这个牛栏山二锅头 清香型好喝着呢 好了 暂不回家 继续转转 弄点零钱花